這場是港超聯的第21週比賽 亦是尾爾一週的賽事 冠中藍區在今個球季最後一場主場比賽 對著傑志 傑志必須要全取三分才能力追李文 因為在賽前他們落後給李文六分 先來有法蘭道的後腳或怪腳來到宮門 不過過不了五位謙 但球仍然被白衫逮捕下來 一仔再推馬的時間 一仔按球去遠處 法蘭道再來一腳 這次沒有得擋而已 說不妙張的五位謙都 這個球當然給得很漂亮 令到南區左閘的澤亭峰 輸了一個盲眼位給法蘭道 菲蘭道很早階段 已經能夠為傑志才能紀錄 傑志這場球之前經歷了三連敗 加上青灰決賽輸了 這場球急需要反彈 這邊肥棒也試過把球送入網 可惜他被出負責業位在先 VR經過滑線之後 肥棒突出了一個身位 南區繼續希望收復失地 艾華給這個球 接著就是肥棒 剛剛王振鵬的腳擋到 死亡粉彭利蘭的球 令到球速減慢了 於是可以給到時間 就是查理斯哥飛身過來 把球解圍 南區繼續來 這次射過來 就是散中了羅素的手 但VR檢查過之後 認為沒問題 羅素的手就收了進來 但很明顯是碰到球 然後這一下也有爭議性 為甚麼呢 因為就是欣查 手差點算出來 球證走過來的時候 就摸一摸袋 以為他會給牌 因為當時欣查本身 已經背著黃牌在身上 如果球證是銀牌的話 他需要被逐無場 但沒事發生 繼續比賽 接著艾華這個扎位射過去 也過不了就是王振鵬 這位40歲的門將 其實今天的表現都很穩定 作為南區的隊長 就賣去移入馬球證 這場球就是 香港隊的教練 安達臣也是坐上客 好 給分出來 這個球一按按賣去 投球作分出來 看到射球就是欣查 擋著的就是穿鵬好泰 這位就是南區的中堅 好 地球給過去 壓贏了個位 接著就是 祖年奴給出來 接著這個球回過來 基爾頓給得很漂亮 造就就是查理史葛 看著死角來側 當然啦 首先就是你看到 祖年奴在左路 壓贏了個位 然後傳來遠處 潘佩再一個球回後 基爾頓也都聰明 稍微飄過一龍 但是他跟著一轉身 就是設個炮台 就是被查理史葛來個撞射 好射的正向 繼續來 斐蘭道 接這個球過來 全部控制了 基爾頓 這兩個入球 其實是很接近的 即是說基爾頓 和查理史葛這兩個入球 可以說令到 南區虧了氣 也都把比數 改寫成3-0 加上一圈 加上一圈 繼續是傑子的攻勢 這個球頭腦點進自己龍門裡面 不過是炸毀 因為潘佩軒 他犯規 他在後面 推倒了五位軒 也都 確實了 這個犯規 所以入球無效 跟手呢 這邊就是祖蓮奧 其實去到比賽的尾段 潔志有機會增添紀錄 門柱阻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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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 過去